S-97,一款划时代的武装侦察直升机,却沦落到无处可去的境地,共轴对转双旋翼加推进式螺旋桨,成就了S-97世界最快速度,加上隐身设计,完美契合秘密侦察任务,就算是主旋翼被击穿,S-97仍然可以再飞行十个小时,从而返回基地。 如果一切顺利,高速度加隐身可能会成为美军未来新型直升机的发展方向,但是意外和明天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S-97直升机三次参加美军招标,两次被坑一次失败,现在已经被迫前往欧洲讨生活,问题来了,S-97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未来还有没有服役机会? S-97是世界首款复合动力布局的直升机,采用共轴对转双旋翼加后机身推进式螺旋桨,其中双旋翼解决了飞行平衡问题, 普通直升机的主旋翼在工作旋转时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扭矩,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反扭矩设计来抵消这个力量。 普通直升机的解决方案就是设置为讲,给直升机提供一个与主旋翼扭矩力相反的力量,从而使直升机可以正常飞行。 还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设置两套工作方向相反的主旋翼,双方工作时产生的扭矩力也是相反的,之后就可以相互抵消。 而且,共轴对转双旋翼空气动力对称,旋翼尾窝间可以形成相互有力影响,气动效率高,使S-97具有了更大的实用声线,更大的爬升速度,更大的续航时间。 俄罗斯的K-52也采用了这种设计,而S-97的推进式螺旋桨,则解决了速度问题。 一般的直升机,由于受到布局设计的限制,悬翼所接受的前进推力较小,无法高速行驶,速度一般都在每小时200到400公里之间。 军用的武装直升机,速度比民用直升机更快,但基本上不会超过400公里每小时。 相较于传统直升机,S-97的飞行速度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不需要为奖平衡扭矩,那S-97机尾的螺旋桨,就是单纯的为直升机提供推力。 在原型机的试飞中,其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482公里。 不过,就是这样一款划时代的直升机,在美军这边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根本没有服役的机会。 经过AAS项目FARA计划的取消,以及FLIA计划的失败,S-97都已经沦落到去欧洲讨生活了。 作为20世纪航空技术最具特色的发明,直升机的出现极大的扩展了航空机的飞行空间。 学家的使用性能,使其在武装打击,空中运输,巡逻救护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 如果一个人正期待救援,固定一喷气式飞机能坐的,只是飞过它的头顶撒点花瓣,而垂直起降的直升机却能赶来挽救它的生命。 只是直升机虽然性能出色,但也有先天性的缺陷,也就是速度,而S-97却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在设计上,希克斯基针对常规直升机的缺点进行了专并专制,驱动直升机向前飞行的拉力是由悬翼产生的,缺少前进推力。 于是S-97在机尾装一副直径超过两米可以向后吹风的六扇螺旋桨,只是围桨提供动力之后就无法再平衡主悬翼产生的扭矩。 于是S-97突破传统直升机的布局限制,采用共轴对转双悬翼。 这种双动力组合使得S-97的速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2015年,S-97成功首飞,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482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407公里,相当于黑鹰阿帕奇的1.5倍。 更快的飞行速度也就意味着S-97可以更快地抵达战场,也能使其在完成攻击任务后快速撤离战场,还可以更有效地通过机动摆脱敌方地面火力的打击,生存能力大幅提升。 在美军现役的飞机中,与S-97设计思路类似的还有VRR,都是利用水平推力以达到提升速度的目的。 不过VRR属于轻转悬翼机,螺旋桨可以从垂直飞行改到平飞。 而S-97不需要悬翼切换过程,相对简单一点,也更省钱。 不过共轴对转双悬翼也有一定的缺点,也就是打奖事故。 俄罗斯的卡文尔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共轴对转双悬翼的直升机在做高强度机动动作时,两片对转的奖液一间会靠得过近,当贴在一起时就会打奖。 俄罗斯因为这个问题,坠毁了好几架直升机。 不过S-97采用的是前行奖液概念,属于刚性共轴反转,没有挥舞脚,可以避免高速飞行中奖液上下挥舞导致的打奖事故。 只是一般情况下,采用刚性共轴反转加推进奖的直升机会丧失传统直升机优异的旋停性能和低空灵活性。 但得益于电传飞控系统的先进,S-97不只是飞行速度快,还擅长空中滑翔、高速转弯等高难度动作。 高速机动性和敏捷性也优于传统直升机。 有资料显示,S-97采用的电传飞控系统实现了对该机的主旋翼、尾甲,与发动机的综合一体化控制, 使发动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具有了合理的功率分配, 从而使其具有高速性能的前提下,保持了直升机旋停飞行、垂直起降和低速机动性能, 并且可以平稳地从旋停飞行状态进入高速向前平飞状态。 S-97通过共轴对转旋翼的插动改变航向, 不向单旋翼直升机需要额外的功率来驱动尾甲改变航向, 具有了更大的抚养、横滚、控制力矩,航向操动效率更高, 机身的缩短,使结构重量和载重可向S-97的重心集中, 使S-97的抚养和偏航转动惯量大大小于单旋翼带尾甲直升机。 这些都使S-97的航向操纵性、加速性都要强于单旋翼带尾甲直升机。 当然这些还不是全部,作为划时代的作品仅仅是飞行上的优势还不够, S-97的隐身也是一绝,急速加隐身,完美契合,秘密侦察任务。 S-97的定位是轻型武装侦察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5.2吨, 执行侦察任务时重量一般在4.4吨左右,在制造阶段采用了大量新型复合材料, 在设计阶段就考虑了低噪音飞行和雷达隐身需求。 S-97的机身包括一个综合驾驶舱,一个货舱和一个尾锥, 采用复合推进式布局,流线造型,棱角圆滑,很少有突出布。 这种设计不仅可以减少飞行阻力,提高巡航速度, 还可以有效降低雷达发射面积,提高隐秘突袭能力和生存能力。 当然了,以当前的航空技术水平来说, 直升机还达不到战机那样的雷达隐身性能, 但是对于S-97而言,噪音上的降低再配合其本身的高速性能, 侦察突击任务之间可以随意转换。 S-97并非一款单纯的攻击直升机, 它还可以搭载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凭借着隐身和高速度性能的结合, S-97还具备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能力, 甚至可以取代美军现役的黑鹰。 并且在S-97的机首下方加挂了一门新型加特林机炮, 与阿帕奇直升机的单管机炮不同。 新型机炮采用了隐形设计,炮身被包在一个圆筒里, 同时在S-97机身两侧,各有一个武器挂架, 可挂载地域或反坦克导弹之类的精确制导武器。 此外,在设计之初,S-97就充分考虑了远程空运的要求, 所以该机可以搭载C-17运输机空运。 S-97采用复合材料,重量很轻, 依靠共轴对转双旋翼来平衡旋翼扭矩, 省去了伟粮为甲,机身大幅缩短, 机身的总体纵向尺寸仅仅为同量级单旋翼直升机的60%左右, 所以C-17可以一次同时载运4架, 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复合材料, S-97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恶劣条件对机身的侵蚀。 机身结构稳定且韧性高, 具有较强的抗腐蚀性能, 即便在夏季的高温条件下, 旋翼高度依旧可以达到3000米, 这是大多数现役直升机都做不到的。 而且根据希克斯基公布的电脑模拟结果显示, 当用12.7毫米的子弹击穿S-97的悬翼片, S-97仍可继续飞行10小时以上, 足以返回基地。 共轴双旋翼加后机身推进式螺旋桨的设计, 加上流线型复合材料构成的一体化机身, 使得S-97兼具隐身性能与高速巡航。 如果没有出意外的话, S-97可以成为美军执行秘密渗透侦查任务的首选机型, 而高速度加以隐身, 也可能会成为未来新型直升机的发展方向。 希克斯基也是这样想的, S-97本就是希克斯基为了适应美国陆军 本世纪30年代的作战需求而研发的, 为了迎接黑鹰、阿帕奇、基奥瓦等直升机退役, 希克斯基为S-97还设想了其他型号, MH-97执行特种特殊行动, AH-97执行侦查和轻型攻击、搜索和救援, RQ-97执行自主侦查和攻击, 一旦确定美国陆军的订单, S-97就可以投入生产。 只可惜,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希克斯基几十年的努力直接付诸东流。 按照原计划,S-97是用来替代基奥瓦的, OH-58基奥瓦于1969年5月开始陆续服役, 当前美国几经改建的OH-58D, 其实就是为阿帕奇打前展, 寻找识别和定位敌方地面部队, 然后由阿帕奇进行攻击, 只是随着时代变化, 基奥瓦的战场防护能力已经不足, 而基奥瓦的后继者, 至今已经进行了五次尝试, 但都已失败告终。 为了取代基奥瓦, 美军于1991年启动了RIH-66科曼奇项目, 由于项目管理不善, 单机成本过高, 军方要求多变等原因, 最终在2004年被美国国会勒令终止。 美军的第二次尝试, 就是武装侦察直升机项目, 当时美军希望依托现成的商用直升机, 作为基奥瓦的后继机, 最终由于单机成本过高, 在2008年不了了之, 前两次尝试S-97都没有参与。 直到2012年, 美国陆军启动武装空中侦察兵项目, 这个时候, 希克斯基已经再造S-97的原型机了。 按照希克斯基的想法, S-97除了回应美国陆军AAS的需求, 顺利取代基奥瓦之外, 也能成为下一代军用多用途直升机的载台,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对S-97很感兴趣, 希望能取代他们手头上的小鸟特战直升机。 不过结果各位也都知道, 因项目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性, 最终不了了之, 这是希克斯基第一次被坑。 替代基奥瓦的项目不顺利, 那就进行升级, 美军也尝试过将OH-58D升级为OH-58F, 并延期服役至2036年, 只是该项目同样无疾而终, 剩余的基奥瓦于2016年全部退役, 美军陆航部队陷入没有武装侦察直升机可用的状态, 改用阿帕奇控制MQ-1C灰鹰无人机, 前出执行武装侦察任务, 或者由阿帕奇自己搞定, 但效果并不理想。 时间来到2018年, 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项目启动, 替代基奥瓦、阿帕奇以及小鸟。 希克斯基带着突袭者X, 也就是S-97的放大版, 参加FARA的竞标, 并与贝尔的步驱360共同进入决赛圈。 就最终结果来看, 希克斯基与波音联合研发的S-B1无畏, 在FLRAA项目中输给V280之后, FARA项目大概会落到希克斯基的头上。 如果一切顺利, 突袭者X在2028年就可以实现量产并列装部队。 结果在2024年2月, FARA项目被取消, 并且没有给出替代方案, 希克斯基再次被坑。 现在希克斯基已经被逼无奈, 准备前往欧洲, 参加北约的下一代悬翼机潜力计划。 毕竟, 研究多年的共轴对转双旋翼直升机就此非案,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次S-97第三次参加重大直升机竞赛, 可能也是最后的机会。 只是希克斯基的共轴对转双旋翼直升机, 想要竞标成功也是一件难事。 欧洲空客公司已经开发了竞速高速直升机, 采用环形机以及两具推进奖, 目前已经是非, 按照欧洲追求过防自主的潮流来看, NGRC计划大概率会内部消化, S-97以失败告终的可能性很大。 对此, 火力军只能说S-97有些声不逢时, 在无人机大型七道的当下, 武装直升机的存在感大幅下降, 而且相比较贝尔公司的VR80, 希克斯基的S-B1无畏这种共轴对转双旋翼直升机, 技术并不是很成熟。 就比如S-97在之前的试飞中就出现过后退叶片失速的问题, 直升机的前进后退或平移, 需要主旋翼的旋转方向出现倾斜, 如果直升机向前或向后速度过快, 旋翼周围空气流动就非常剧烈, 容易造成气流紊乱或生力不足, 从而造成失速。S-97前进时, 伪推螺旋桨提供推力, 后退时可变距螺旋桨进行变距降速或变距反推, 这造成前行与后退时生力不平衡, 机身极难控制。 相比之下,VR80这种倾斜旋翼机, 已经有VR这个前辈, 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生产线与维护也无需大改, 在价格上也占据一定的优势, 输掉FL-IAA项目也无可厚非。 除此之外,当下的战场也不适合武装直升机, 这也是美军取消FL-IAA项目的根本原因。 随着地空导弹、高射炮等大量防空系统的使用, 传统的武装侦察直升机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严重受限, 按照美军的想法, 未来面临的防空火力只会更猛烈, 武装侦察直升机的用途更有限, 只能贴地飞行, 越起攻击后迅速脱离, 或者发射远程导弹进行防区外打击, 几乎无法执行抵禁侦察任务。 虽然FARA项目中的两款候选机在技术上都有所突破, 但是其生存能力并没有质的提升, 这是美军选择果断放弃的重要原因。 适应战场需要, 这是美军一贯的武器装备建设理念。 相比较武装侦察直升机, 无人机在实战中的表现明显更抢眼, 除了可以避免人员伤亡, 无人机这种小型武器可以在敌方防空火力密集区, 实施持续抵禁侦察, 获取更多更具价值的情报信息。 在移动速度, 巡航时间和维护保养方面, 无人机也比武装侦察机更有优势。 总的来说, 经过AAS项目、FARA项目的取消, 以及FLRA项目的失败, S97的未来已经一片黑暗。 前往欧洲参加NGRC计划的结果也是未知, 火力军预测在无人机横行的当下, S97最终的命运会跟狮子军火炮科曼奇等一样, 技术领先时代却无法服役。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S97还有服役机会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